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我们把时机一而再再而三放过了 很快 不会很久 三年 五年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就会像是我们现在在看2014年的太阳花 把福帽都打掉了 后悔 对一个人来讲 他的青春也不过就这么几年 可是后悔 对一个地方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其实那是没有回头路的 怎么办呢 台湾人拜托你醒过来 只好永过永步 赶快醒过来 我们真的没有多少天 今天公民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率化民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大家平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之前还晚安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 侯汉廷 主声好 各位好 我们来看一下南北韩的会面 我們要回溯到過去南北韓的分裂 是怎麼樣的分裂 1910年整個朝鮮半島被日本統治 所以韓國這個民族 朝鮮這個民族 它歷經了被日本殖民統治 跟台灣的命運是一樣的 1945年日本投降 然後在三八線劃定兩個行政區 1948年朝鮮南北地區先後成立 兩個大韓民國政府里程晚的 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今日成的 然後1950年6月的時候 北韓在中國跟蘇聯的支持下 出兵越過北韓38度 攻打韓國開始了韓戰 然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國軍 最後反正到最後簽訂了停火協議之後 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這個韓國沿著這條線這樣子 當然南韓非常富屬 而北韓呢 它是目前共產國家裡面 其實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個國家之一 可是他們今天 克服重重重的困難 跟國際列強種種的 對兩韓和談的不信任 終於見面了 真的非常的感慨 可是我們該怎麼看呢 施政哥 剛剛之前講那個重點 這個文在寅是脫北者 然後跟這個北韓的領導人 這個金正恩見面 之前我剛剛有個感慨 如果是在台灣我們要換一個角度 所謂的脫北者就是寡生人 如果你這個外省的總統 跟大陸的領導人談見面 一定是賣台 可是我覺得南韓的民眾在 這個兩個領導人見面的時候 還在街上舉說 我們其實是一個民族的人 他們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我認為之前這次見面 非比尋常 上一次兩次見面 一次2000年金大中 一個是2000年盧武炫 金大中還因為這樣子 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這有個概念 當時因為金大中捐了很多錢 然後南韓民眾會認為說 你幹嘛跑到北韓去幹嘛進貢 所以這一次金正恩也很給力 他到南韓的板門店的 那個叫做和平那個中心去 然後就說我不要進貢 我到這邊來 我到這邊來就不算進貢 兩個也算是各取所需 可是我覺得有個學者說得好 四個月前才講到說要動核武 現在要談 大家要談說不要互相侵犯 談無核 談發展 這就是南韓北韓的現狀 我們要看到他人家的發展是怎麼樣 將軍四個月前還在講核武 兩個多月前他們在冬季奧運 一起出場 然後現在見面 選在和平之家 將軍 我首先講為什麼前面分析過 盧武宣跟那個金大宗都會過面 為什麼後來會破局 這是為什麼又要兩岸談河畔 關鍵在哪裡 盧武宣跟金正恩的爸爸 他們那個核子武器沒有成熟 沒有底氣 沒有信心 他親眼看到美國怎麼樣去消滅人家 中東的一些小國家 對不對 那核子武器變成什麼 跟當年毛澤東講 我不要褲子我都要原子 就是說你要先把國家的最後安全保障拿到了 才有資格跟人家談和談嘛 所以那個時候金正日 他們哪裡會真的跟南韓去好好談呢 何況背後美國在後面扯後腿 中國大陸 蘇聯各有各有各的目的 在這個政治上的一個拉扯 那這一次情況不一樣是什麼 金小胖外交上很成功 把一個默默無名的流氓國家 女生到全世界跟第一 第一大的國家 蘇聯 中國 美國 平起平坐在談條件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以前媒體把它污名化到時候 金小胖都殘暴了 犬決了 炮決了 他不奪權 他能夠敢說我今天跟南韓改革嗎 如果說他經濟一直搞不好 可是人家觀察家又說 北韓經濟有點起步 所以換句話說 金正恩算得很清楚 現在我核子的安全已經拿到手上了 我為何不拿這個盤解除了經濟封鎖 解除經濟封鎖以後 南韓跟當年的西德一樣 圍牆一倒大批鈔票 大批的援助就往東德跑 為了兩個民族能夠統一 所以南韓必然要提供經濟援助 中國大批也必須要保持北韓是我們門前的這個戰略眾生 他也會供他的糧 蘇聯供他的武器 還供他的汽油 天然氣 金小胖算一算 唯一跟他們有關係的就是你美國跟日本吧 你除了想威脅我 你有什麼好處 所以為什麼美國說我非要跳進來 前面虛張聲勢又要斬首 又是把人家金胖子看成怎麼樣無賴 狠話說盡 肌肉陷進 航空母艦又去 特戰隊也去 海豹也去 沒把人家嚇到 現在美國怕的是被邊緣化 如果請問文在寅跟金小胖達成協議 你南韓的美軍撤走 文在寅心中也暗爽 你這麼多美軍住在這裡吃喝拉撒碎 我付錢 強姦富裕的事情還常常有 我為什麼仰漫 所以這個事情美國急得要死 美國這個國家 對於人家民族分裂的民族 要統一 要融合 要在一起 都反對 都很害怕 都討厭 都竭盡全力的破壞 好 我們再看看 其實南北韓分裂 現在在走向和平 走向統一的路上 另外有兩個參考的指標 一個是越南分裂跟統一 一個是德國的分裂跟統一 越南是在1945年8月的革命 胡志明在河內發表獨立宣言 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也就是北越 那法國就加持了寶大皇帝 在南方的西共立國 這個時候1945年 這個時候已經是二次大戰結束了 結果二次大戰結束了 你看韓國 法國在幹什麼事情 他還是在笑想人家的土地 他不甘心把他的殖民地給吐出去 1954年 根據日內瓦會議的決議 南北越暫時以北緯17度縣分製 這個美國是什麼 日內瓦會議 你憑什麼去分裂人家的國家 1954年 他就分裂了 1956年 不能夠舉行的選舉 結束了南北越的戰時分治 北部跟南部都宣布獨立 並且很快 立刻又發展成一個越南戰爭 然後1975年 北越攻占南越首都 武統統一全國 台灣的人應該會很有印象 因為當時在打越戰的時候 台灣有很多美國的駐軍 然後最終美國就 背棄了他的盟邦南越 然後就走了 然後最後 越南統一 就是像那天董哥提醒我們 是武力統一 而德國的統一 則是和平統一 一樣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一樣也是在西方列強的分割 把一個國家硬生生的 因為開了一次會 就把它切成兩半 這邊給蘇聯去成立他的附庸國 東德 然後這邊由歐美聯盟 讓他們成立一個西德 結果在1990年的時候 終於決定拆除柏林圍牆 而兩德統一 可是前一年1989年 柏林圍牆被迫開放 年紀大一點的人像我 大概都會記得 當時柏林圍牆倒塌的狀況 一個和平統一 一個武力統一 而德國今天成為歐洲最強大的領導的國家 而越南 他也從他過去的破敗 戰亂 血腥 今天開始漸漸走向經濟的成功 所以 余生兄 所以從這幾個模式我們看得出來 如果你住在台灣的話 你會是向往 像南越北越那種統一的模式嗎 我想打死我們不要 那到底南韓北韓未來統一模式會怎麼走 不知道 但至少我們看得出來 南韓北韓尤其是南韓最新的民調 40歲以上期待統一的都超過7成5以上 換句話說是 在南北韓沒有所謂的在分治 或是各自獨立的這個印象存在 我們台灣有條件跟中國大陸 像東西德的統一嗎 我們不曉得 那可能也需要更長的文化素養 或者政治民主的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取法乎上的話 我們應該要了解 台灣的人口是大陸的60分之1 或63分之1 可是北韓的人口是南韓的2分之1 南韓是5100萬 北韓是2500萬左右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南北韓他們 統一的話他們說 據說他們自己說到2014年 可以變成全世界第七大經濟體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全世界的國家 分裂的國家都在想 如何整合 如何沒合 如何謀合 但是今天就在我們台灣 要分合自知 而且全新的背離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次他們的會談 我看也不會馬上成功 因為不太可能 第一個北韓它發展核武到今天 一定有一定的境界 剛剛將軍講得很好 1991年當時他們的和平協定之後 在92年又簽署了一個不發展核武 可是北韓跳票了 他們就發展了 而且它某時候 據說現在北韓有幾十枚的核子武器 所以他現在說他不發展 不代表他就沒有 就好像黑道的講說 黑道說我不再製造槍線 因為我彈藥庫已經都有了 那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我要起肩之手 夠了 現在已經夠了 所以我如果是金小胖的話 我也會玩這個遊戲 用這個遊戲裡面來玩你美國 但是我從這個地方看出一個 我覺得北韓他現在開始想要 在窮救政治的極端獨裁之後 他開始想到經濟上有所突破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他前一陣子跟習大大的見面 所以他會依賴中國的程度 跟配合中國的一帶一路的發展 我認為他會遠超過 跟美國或跟西方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 就是因為川普這種特殊的性格 造成了金小胖 玩整個國際戰略遊戲 他玩得非常成功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列強裡面 最失落感的是日本 你有沒有發現 日本現在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的角色跟空間 但不管怎麼講 我覺得北韓在這招遊戲當中 對南韓的民眾來講 大家安心底定 就是說不能馬上統一 沒有辦法馬上有協定 可是至少不會再有 一天到晚飛來飛去的核子導彈 或者飛彈 或者窮救說要攻擊美國 攻擊日本 所以我覺得對南韓的民眾來講 先取得指標性的和平狀態 然後大家慢慢再來談 對南北韓總是好的 二次大戰以後 分裂的國家總共四個 韓國 越南 德國跟中國 現在越南 德國都已經統一了 南北韓進行和平會談 未來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是往和平 往統一這個路上走 那兩岸呢 台灣競爭力論壇 2018年的這個民調 這個國族認同的民調 因為我們曾經談過也分析過 這個民調非常有趣 因為它談到 你認為你自己是不是中國人 然後談到 你認為台灣跟大陸該不該統一 先看 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 光是問你是不是中國人 認為的就已經是過半了 51.9 然後呢 如果給你一些前提 告訴你說 法律上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 對不對 對 現實上我們是生活在台灣台灣人 對不對 對 那你認為台灣人跟中國人的關係是什麼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5.9 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 11.9 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 28 這樣加起來是65.8 所以有65.8的人 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台灣人在這種糾結 在怎麼糾結都還是承認 我就中國人 那如果從文化上認為自己是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認同有86.7 所以 董哥 看到韓國 越南 德國 然後看到台灣跟大陸 而台灣的未來怎麼辦 台灣人現在很多人很害怕 怕共產黨 但是他們 怕不是像以前那種怕 以前是比較怕說他們武力很強 現在是怕說他們的年輕人比我們優秀 那我們的孩子如果跟他病的話 我們是不是會被他蓋過 就自己沒有信心啊 那我覺得這種情況 有時候真的是難免 就是說心裡會這樣想 但是我們把很多人保護好 對自己的孩子其實也不好 在民族的認同上 台灣的老百姓也好 他是缺乏一致性的 你在首爾的街上你去做街訪 人家真的會認為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神經病 那換句話說 你去問德國人 德國人 他們會覺得美軍駐紮在德國 這是對德國人是一種恥辱啊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培養這種 國族的一種尊嚴 就是說 美國的AIP駐紮軍隊 當然他有他的規定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羞辱 你剛剛提到這四個國家 其實除了台灣跟大陸以外 其他這三個國家 他的實力是相當的 然後你看文在寅 他爸爸是脫北者 從北韓跑到南韓 他其實是北韓人 可是幾年以後他可以當南韓的總統 然後來跟北韓來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孩子他出生環境 絕對不會比一般的韓國人好 南韓好 對不對 他家小時候一定不好過 因為他是逃難來的 可是他可以成為一個總統 然後你在看 你在看 東西德梅克 梅克是東德人 對 他是小時候是在共產 國家很貧窮出生的 他是阿強 是他是阿強 他現在當第四任的總理 等於說要邁向第16年 人家沒有歧視共產黨 全世界聲望最高的元首 梅克 他 就是你只要自己能夠奮鬥 你馬上 將來的成就或什麼都是 都是你的 所以共產黨不可怕 不可怕 梅克就是共產黨出生 是 那文在寅的爸爸 以前那邊也是共產的國家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 你知道我今天開一個數據 越南 越南跟台灣很密切 因為現在很多越南新娘架來這裡 大家以為越南很貧窮 我昨天在節目上講 我說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這一季不用講 中國大陸6.8 6.8對他們來講已經算不好了 以前都是8點多位 然後我就注意一下越南多少 越南是7.38首季 比中國大陸還高 是啊 人家現在已經知道說 我們怎麼來拼經濟了 所以 現在全世界都在拼經濟 大家都在講和平 你看川普 現在跟馬克宏見面 馬克宏 華國的總統 然後 很多記者很多學生就訪問他 因為他去大學演講 說你 你險錢 你不是跟達賴喇嗎 見面要幫助他嗎 你現在還要不要跟他見面 他說不要我不跟他見面 為什麼 大家就很奇怪 他 我不曉得會有什麼後果 但是 如果我跟他見面 肯定華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會不好 人家也沒有威脅我 但是我覺得對我的國民不好 我不做 就是說我當的總統跟 的態度跟以前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要拼經濟 我怕 中國跟華國的關係不好 全世界大家都在講和平 都在要發展經濟 只有台灣不是 胡茂把他砍掉了 然後金工教委砍掉了 然後每天在講說自己要發展什麼 結果 跳出一個行政院長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想把台灣搞好嗎 我很懷疑 王豐大哥 這個民調他還講到說 如果兩岸已經不能維持現狀 那是台獨或者統一 比較可能 認為會兩岸統一的差不多62% 然後認為會台獨的22.4% 認為和平統一比較 對台灣比較有利的 有64.6% 認為台獨比較有利就有24.5% 雖然這個民調顯示 多數的台灣人認同他是中國人 可是你如果拿同樣類似的民調 你去首爾的街上 你問一個韓國人 問他說你是朝鮮民族嗎 他一定會認為你是神經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民族 國族的認同是非常一致的 我們是一個分裂的 那所以我認為朝鮮跟韓國的老百姓 他們那種民族情懷 他們有統一的民族 有統一的這個理想的報復 是台灣的民眾 還有若干的綠毒的這些政客 是望成莫及的 那我覺得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台灣有很多人 他的觀念是非常奇怪的 那韓國人可能有很多人認為說 他們的國家有美國的駐軍 是一種恥辱 那我們有很多的民眾 不能說很多部分的民眾 有很多的綠毒的政客 認為說美國派海軍陸戰隊 進駐AIT 對台灣是一個光榮 這個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還有韓國他的國家 政府部門有一個叫統一部 統一部有一個智庫叫做統一研究院 你以為這是他自己搞的嗎 不是 他是在兩蔣時代 韓國蒲正熙來台灣考察 他發現蔣介石在台灣搞了兩個單位 一個叫做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這個是要搞統一的 然後另外一個革命實踐研究院 也是要搞統一的 可是國民黨今天四圍了衰敗了 在李登輝時代國統會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文字院 那現在根本就沒有這個單位 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是我講出來 我是一個歷史工作者 我講出來 大家認為這是古早古早的事情 然後革命實踐研究院也不見了 那換句話說 是國民黨衰敗了 視為了 沒有人要喊統一了 那所以呢 韓國人就把它撿過去了 韓國人把它撿過去 當成一個寶貝統一部 統一研究院 人家在研究怎麼樣統一 台灣在研究怎麼搞分裂 怎麼搞台獨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民族的認同上 台灣的老百姓也好 它是缺乏一致性的 你在首爾的街上 你去做街訪 人家真的會認為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神經病 那換句話說 你去問德國人 德國人 他們會覺得美軍駐紮在德國 這是對德國人是一種恥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培養 這種國族的一種尊嚴 就是說 美國的AIT駐紮軍隊 當然它有它的規定 可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羞辱 帥將軍看到韓國 想像我們自己的統獨問題 很多事情 我們用正常的邏輯 是沒辦法解釋的 因為我呼應一下王峰的歷史 因為我年紀夠大 我父親就是掛光伏大陸設計委員會裡面 有派職的 因為你是江西人 將來你回去 你在政府官員 回去當現場 另外有大陸光伏設計委員會 還有車動會動員法 今天台灣老婆是老蔣做的 我進可攻 退可守 他一輩子做的就是保衛大台灣 作為反攻的基地 今天回過頭來去講話把它說成萬惡不適的 台灣能夠今天的經濟繁榮能活到現在 要不是兩蔣那個時候 拼命守護台灣早就被結束了 所以今天回過頭來你講 跟中國共產黨有仇恨的是我老爸那一輩 打內戰的 那對我在軍中我們也是反共抗俄的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反共是反什麼 他的文革文化大革命反人性的事情 對不對 共產那個時候的鬥爭 那很可怕 等到我們退伍出去看的時候 那邊已經天翻地覆了 當年批孔陽群的現在把孔子戴在頭上 戴得比我們還牢 對 中華文化被他竄得走了 我們這邊還在排排排 所以台灣老兵要希望戰爭早點到來嗎 你認為有那麼美國人 我是最近在觀察 要不是蔡英文跟美國有什麼默契 怎麼突然台獨聲音最近 這半年囂張得不得了 對 這裡面一定有鬼 但是我是很務實的一個軍事家 他算了 美國絕對不會真正的來援助台灣的 他不可能 他時間力量都到不了了 所以還在存這個幻想 把全國老兵害死了 這一次南北韓他們能夠順利的成功會面 就是搞政治要很清楚的知道 敵有我分別是誰 因為對北韓來說 南韓本來就不是他的主要敵人 也不是他的矛盾者 過去來的北韓體驗到說 這個矛盾其實是美國跟朝鮮之間的矛盾 但後來又更加的體驗到 本質上其實是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矛盾 是美國不斷的利用朝鮮 來要挾中國大陸 甚至在軍事上 或者跟南韓聯合搞軍演 所以後來的北韓 現在他們都很清楚知道了 我只要先跟南韓搞好關係 你美國第一個你就沒有明面上的藉口 說你是為了保護南韓 所以過去來搞薩德 搞聯合軍演 現在開始你沒有藉口了 那麼過去以來就是北韓的朝鮮 北韓的核武跟美國也談判過很多次 過去的50年以來至少談判過 三四次的六方會談 三方會談 每一次北韓都已經承諾了 好 我們願意放棄研發核子武器 願意放棄這些核的設施 但結果後來都是誰先毀約 都是美方先毀約 他們就換了一個政府 小不行上來了 北韓是有問題的 歐巴馬上來了 不行 前面的政府也不算數 所以每一次都搞這一套 那北韓當然就徹底就火了 所以北韓清楚的認知到 美國是不能夠信的 隨著選舉離婚 他國內這個事情 每一次都這樣翻天覆地 所以他首先分清楚了 原來南韓我們是自己的同志 所以只有南北韓的團結 美國沒有藉口 習近平現在發展的二三線城市 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這些人均的GDP都往上在發展 我們在停步不潛 所以之前我們不要再講 我們是亞洲思想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龍不龍了 現在已經耳朵龍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正視這種經濟發展 他們的特色 不然的話我跟你講 台北什麼高雄 最後連一個大陸的二三線城市 都會不離 而第二個就是大陸對北韓來說 是友軍 而徹底認清美國就是自己的敵人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這局勢可能會很好 南北韓的統一 或者是和平協議會越來越近 但是美國這個敵人還是沒有消失 川普在前幾天一開始的時候說 他得知兩韓要會滅了很棒 說這金小胖幹得好 但是後來馬上又推出一條新的推特 說沒有這個開展之路還要走得很遠 慢慢長路 而且還說我們絕對會堅守自己的底線 就北韓要完全放棄他所有的這些核子的研發 那很明顯看得出來 第一條稱讚的是川普自己的本性 就是他覺得很棒 後來制止他的 那就是美國整個國防工業 他整個的利益集團 就他認為絕對不能夠輕易的 就是看到他們南北韓好像好了 就放過他 因為重點還是要從朝鮮問題 來針對中國大陸做下手 你這次說放棄核子武器了 搞不好未來美國就會說 你裡面有化學設施啊 搞生化研究武器啊 因為他只有這樣 才能夠去破壞南北韓的團結 進而去壓榨到中國大陸 所以台灣在這個角色的時候 借鏡就很清楚了 他們兩個的統一 然後把美國視為敵人 而台灣也應該清楚 到底是誰在製造台灣的動亂 到底是誰才是真正的流氓政府 民進黨不倒 台灣會好嗎 民進黨不倒 台灣什麼都不會好 那我們來看看 在列強下面 一個國家怎麼樣從積弱 從冰雲被瓜分 國家要滅亡 然後慢慢經過一百多年 走到今天 變成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的中國 悲慘的中國 到現在國家還沒有統一的中國 從天津 一個天津就是看到 中國在最近這 一百多年來的命運 天津九國租界 九個國家分割租界 而且這裡面有個很好笑的 美國沒有開戰 沒有跟中國開戰 可是因為人家簽了合約 他也就跟中國也簽一個 我也要 我要比照大家都要 他也分了一塊地在天津 然後最後美國 因為美國自己土地很大 他玩那個豬業玩完 他覺得不好玩 他就這塊土地給英國 再租 轉手給英國 我們中國土地在天津 你們如果到天津去看看 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的荒謬 可是今天的天津 雖然他們覺得很謙虛 我們真的比不上那些 前面那幾個城市 但是他的人均GDP 已經有十一萬五千多人民幣 他有重工業 當然他要從重工業 要轉到新的型態的工業 天津有個非常非常著名的大學 叫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 當然他有很多很悠長的歷史 很吸引我的是 他在抗戰的時候 他跟另外兩個大學 北大清華合起來 後來跑到 跑到在雲南那邊去 變成什麼 西南聯大 那西南聯大 對有一些很文青的人 大概就知道 像我們每一個人都看過 威陽哥 威陽哥就是在講 西南聯大的故事 那個時候 1937年 七七事變以後 日軍攻佔北平天津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然後在11月1日以後 北大清大南開 三個學校就覺得說 我們要維繫國家的命脈 我們三個學校結合起來 然後一步步到長沙 可是日軍又打到那邊來 他們又被迫又搬 最後就搬到雲南 那個時候的學者 那個時候的學生都非常的窮困 你看從當時的北平 從天津 然後逃難的學生 一戰一戰一戰這樣逃 然後國家那個時候千瘡百孔 被打得稀巴爛 可是就擠擠擠擠擠 擠出一點錢來辦一個學校 在西南聯大的時候 那時候天上在丟炸彈 學生跟老師在地下上課 這就是回過頭來 也就是南開大學的精神之一 當時西南聯大著名的老師 吳大猶 後來有到台灣 朱光錢 沈從文 文一多 然後金月齡 太多太多 朱自清 錢穆 著名的校友 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 楊振寧 李正道 等等等等 這個我到天津去 特別去看了南開大學 是有那樣子的學風 有那樣子的精神 才會有現在的天津 所以施誠哥 天津它本身也發展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發展自己的經濟 我拿到2015年的資料 那時候中國大陸上半年 它對外的貿易額 只有成長0.9% 它自己對60國的貿易 成長了29% 天津也在發展 記不記得我們講到陝西的西安 陝西的西安沒有靠海 可是它還是搞陸運 搞變成一個海港城市的感覺 他們各個城市都在發展 屬於自己特色的 這樣的一個商業活動 我不曉得台灣在幹嘛 所以你看剛剛這個之前講 天津市 我們講到陝西西安 包括習近平現在發展的 二三線城市 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這些人均的GDP都往上在發展 我們在停步不前 所以之前我們不要再講 我們是亞洲四小龍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龍不龍了 現在已經耳朵龍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正視這種經濟發展 他們的特色 不然的話我跟你講 台北什麼高雄 最後連一個大陸的二三線城市 都會不如 天津它有八個優勢的支柱產業 要實化 裝備 製造 輕工 紡織 新能源 但它這樣看還有航空 航天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重工業為主 可是它想要把它轉轉轉轉轉 轉到 舉個例子 它是一個實驗城 它要把天津漸漸的變成是一個 無碳的排放城 從重工業城市 我要變成無碳的排放城 幾年前發生過天津大爆炸 記不記得 石化業 對 所以這幾年我去天津 我第一個想去看的就是看 他們那個怎麼做 因為原來我的選區巴黎 也有石化巢 在台北港 我在想說如果有一天 我們也可能發生爆炸 我們該怎麼辦 詳細的情形我就不講 但是我很佩服大陸在這一塊 他們因為發生過錯誤 犯過錯誤 所以他們現在改進得非常好 就如同幾年前大家記不記得 高鐵它發生過溫州的動車事件 追撞事件 當時日本人就嘲笑大陸的高鐵 說你看 只會做速度很快的高鐵 連煞都煞不住了 可是你現在到大陸去看 大陸現在動車 比我們台灣高鐵速度還快 我們的高鐵 早就比它的高鐵慢很多 它的高鐵現在都在330以上 它不斷提速 不斷提速 而且提速之後 它本身的煞車系統 跟它的整個的管理系統 都沒有問題 穩定性 安全性 對 所以它沒有問題 所以它現在高鐵 可以輸出到全世界各國 天津的發展 剛剛講到西蘭聯大 我跟王峰是同時期讀書的 你讀世大 政大 你讀政大 我沒有讀政大 我們多少台大政大師大老師 就是西蘭聯大畢業的畢業生 所以不僅是 像錢赴他們那種大師級的 多少人 所以各位要知道 西蘭聯大跟我們台灣的 整體的高等教育 有結結 結結 媒合扣合在一起的關係 如果沒有西蘭聯大 這一批在抗戰 留下來的知識分子 讓國民黨 讓蔣總統 帶到台灣來的話 就沒有台灣的高等教育 今天的發展 所以剛剛施生講說 他想到了我們教育部長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連結的 人家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做教育 做高等教育 在艱苦酌絕當中 戰亂當中 大家努力的把大學 把他做好 工作做好 而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是用政治鬥爭的方式 我跟你黨同伐異 我就不讓你幹 絕對不讓你幹 所以今天可以跨部會 跟你協商 如果跨部會不行的話 搞不好還跨院會 跨到 所以考試院現在很害怕 說很可能吳茂坤 要找他們去協商 到底要不要談管中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天津這個例子 可以給我們看到一個方向 就是你看他的土地面積 他土地面積 就有台灣三分之一 你看他只有1萬 他只有1萬1920 我們是36000平方公里 他是1萬1 可是他人口數是1500萬 你看他GDP的生產總值來講的話 意思就是說 他整個的產值各方面 其實絕對不亞於台灣 甚至超越台灣 甚至你台灣當年十二千年 最強的時候他都不輸你了 那只因為他走過了 痛苦辛酸的文革 他走過了 他的天津海河之母 整體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天津今天發展 就看出來是整個大陸的發展 而且現在大陸有多少 天津當然是一個指標而已 可是大陸現在多少的 二線三線城市 基本上都在遙遙突破 甚至在硬體建設 都已經超過台灣 對 將軍 我講到這邊 首先講一下這個虛南聯大 我們的父子輩裡面很多流亡學生 對 他們怎麼流亡 老師帶著學生 身上踹著饅頭 沒錯 徒步苦行針要的走 走到縣政府市政府有大一點的城市 上課 不是 政府官員就發銀元 發銅板 然後呢 他們住哪裡 住廟裡 身上一個小板凳 老師就在那邊受課 對 所以我印證一句古話 讀書人是困而知之的 因為吃過這個苦 發奮讀書 做學問 也經過人生的考驗 所以將來培養出來 無數的大師級的 今天我們的養尊促優 這學生培養不出來 第二個我講天津 2002年我去看天津 拆得像一片廢墟啊 我說哪一個城市有這麼大的魄力 好像被原子彈轟炸一樣 他那個時候看出說 我們現在要改建 後來我當立委的時候 被邀訪到天津去訪問 海河上整得多漂亮 九座大橋 沒有一座大橋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當年屈辱的這些領事館 現在變成裝飾海河最璀璨的燈光 所以我想人家一個城市 短短這十幾年 給你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行政能力 執行能力 破例 就載線無遺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這邊困得到二三四年 毫無進步 真的你不得不佩服人家 大手大腳的這樣做改革 那個才叫改革 我覺得他們有在補足那種文革之間的爭光 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吸引的方式去念書 然後讓你充滿知識 然後知識之後呢 未來經濟發展的底欲 就是靠這些讀書人 靠這些知識分子 然後讓你去念書 講到天津的破例 還有它的爆發力 我們來看看天津一個新區 濱海新區 它的一個圖書館 真的很像外星人的世界 天津濱海圖書館 它是一個剛剛建成的公共圖書館 是一個服務功能 比較齊全的大型圖書館 這個空間呢 完全發揮了一個市民交流 跟讀者學習的這樣一個功能 天津在濱海新區 有很多台胞在這裡工作 在這裡生活 我們也覺得呢 我們要為他們提供服務 下一步 我們在用大陸居民身份證 借書的基礎上 準備為台胞使用台胞證 實現了圖書的借約 這個圖書館很新很新 你看它是去年的十月一日 它才開幕的 還不到一年了 差不多才半年而已 然後它有 它的設計的利益有兩個 一個是濱海之眼 所以它的圖書館的外觀 它有做一個眼睛 隱隱的眼睛的造型 然後另外一個是 書山有露情為敬 什麼意思呢 這裡面這是一個圓球對不對 它旁邊全部都好像是山一樣 你坐在這邊 這邊全部都是書 你爬上去 每一個階梯都是書 是非常震撼的一種感覺 它很大很大 一天可以有四千個人 我到現場去的時候 就在天津喔 那個排隊要進入圖書館的人 排了多少圈 然後大家安靜 就是想要進去看圖書館 變成是當地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進圖書館 青年男女約會 就是我到那顆球那邊去約會 就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然後為了要進去看這一顆球 從來不去圖書館的人 都乖乖的進去圖書館 施誠哥 我覺得他們有在補足那種 文革之間的爭口 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吸引的方式去念書 然後讓你充滿知識 然後知識之後 未來經濟發展的底蘊 就是靠這些讀書人 靠這些知識分子 這裡是天津 這裡是北京 天津 北京這個三角這邊 有一個叫做雄安新區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要把北京 河北跟天津 全部合起來 這樣一個全部的 這麼大的一個魄力 這樣做起來之後 把天津的力量跟北京的力量 然後找一個新區 你看這個是雄安新區 現在北京把很多很多的政府機構 就一步一步的搬到這邊去 所以它徹底的切割北京它的功能 從2月22 4月20 4月21 4月23 就雄安新區一步一步 怎麼這麼快呢 一步一步一步就開始做了 然後他們所有做雄安成績鐵路 專案估算335億 這怎麼會這麼快呢 董哥 雄安是我們過去在歷史以後地理上 從來沒有聽過沒有讀過的名字 但是為什麼 因為他把北京很擁擠的情況把它移過來 所以他等於說是扣大 把這北京天津跟雄安 變成一個三角地帶 這個其實你如果看 中國大陸這樣的情況非常多 譬如說深港澳 他就要做一個大的灣區 就他現在的想法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為什麼這個地方有得天獨厚 北京當然是天子的腳下 然後天津 天津因為過去有這麼多國家 在這邊做租界 所以他其實有些洋派 那他的學術風氣其實很順 你剛剛講到的南開大學 他就是這樣 南開大學的校長叫張柏林 很少人知道張柏林當過中華民國的考試院長過 只是他當沒幾天他覺得 因為他那時候老蔣總統一直希望他就去當 當然後來他覺得當官不要 回去看他的南開大學校長 為什麼 都有骨氣 而且這個人是北洋水師協堂出身的 你就看 清朝北洋學師協堂 對 所以你看這種人就說 我就是要做協問我就要辦協 所以我帶領學生 從北方一路走走到昆明 沿途教他們 讓他們讀書 然後大家幫忙 打赤腳都沒關係 所以想到的就是 我如何栽培下一代 今天你看到的雄安北京天津 他其實也是想到 天津的好處是他是個海港 北京有跟天津連結起來 他有出海口 是 所以他互相 各取首席 而且各其他都有好的 都有好處 整個中國大陸他其實 像這樣的情況他非常普遍 到處很多地方就結合 你有什麼首長 我有什麼首長 然後大家結合起來 互相得利 結果連戰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 和平之力 那時候連戰跟胡錦糟停住了就是 兩岸其實不要在那個 國共就到我們兩邊結束 他是國民黨主席 所以國共內戰結束 以後兩岸一起合作來賺世界的錢 這個就是經濟架構啊 整個中國大陸他其實 像這樣的情況他非常普遍 到處很多地方就結合 你有什麼首長 我有什麼首長 然後大家結合起來 互相得利 我記得我那時候 跟連戰去採訪的時候 第一次 連戰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 和平之力 那時候連戰跟胡錦糟提出的就是 兩岸其實不要在那個 國共就到我們兩邊結束 他是國民黨主席 所以國共內戰結束 以後兩岸一起合作來賺世界的錢 這個就是經濟架構啊 結果 那個和平協議到今天還沒有切 他就兩個架構啊 連服帽都被打爛了 都被打爛了 如果那個時候 這個想法一體現的話 我們是跟著人家一起在成長 不會到今天為了七七小錢 一堆金工叫上街頭 對不對 大家互相打那頭破血流 然後互相指責 那這是怎麼樣的社會呢 只看到整個台北城到處是計馬 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呢 潘婷 這個天津北京跟雄安新區的結合 而雄安新區 它其中的一個夢想 一定會實現的夢想就是 要實現電力百分之百清潔 他們要做什麼就寫下來 寫下來就鐵定做到 這是大陸最可怕的事情 對 而且每一個城市 他們彼此之間都會有很強烈的 競爭意識 比如說在這一次我們剛談天津 2017年的時候天津GDP成長3.6% 台灣現在覺得很不錯 但天津自己覺得不行 比起過去來說說輸了 被重慶超越了 所以他們還要自己檢討 天津自己還要檢討說 隨著雄安新區的發展 會不會有一些競爭的意識 因為可能有些產業轉移到雄安 就不來天津了 所以他們都還會彼此在做一些 溝通 調整 整合的發展 但反觀台灣 你就很難想像哪一個城市說 我們要競爭要比過去更好 為什麼 因為反正出了事就炮打中央 反正我這個縣市推個西瓜都能上 還競什麼針啊